王超哥 时间你们受到的 从小给说的那个话 就跟我的话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我的那个女儿啊 在幼儿园 今天搬椅子搬得快 得给个小贴贴 站牌站得起 得给小姨贴贴 每天弄一堆 我爸爸把她从幼儿园 到小学里攒的小贴贴 贴了一幅画 每一个小贴贴 都是我女儿的一次守纪律 都是老师的一次赞扬 但是没有那个赞扬 是因为她淘气 对吗 没有哪一次赞扬 是因为她跟别人不一样 对吗 她跟别人都是一样的 比别人做得好 就给一个 对不对 所以 整个这一代人 你们得了这么多 多小贴贴的人 脑子里边 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 社会要你们做什么 老师要你们做什么 你们的领导 要你们做什么 做什么 你们就能得到夸奖 就得到小贴贴 就得到到钱 这样的历程 不是一年两年 是十年八年二十年了 哪只是这么一个王朝哥 今天在这 呸呸呸呸 呸了两句 我就给您给扭过来了 不可能 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 是不是要靠着一个榜样活 我该怎么活下去 我该怎么样 过我这一辈子 就特别重要 这个确定 其实有聪明的 十来岁就行了 就非常清楚了 像那个韩寒 我也是他的一个读者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人可能他十几岁的时候 就非常清楚他是谁了 他要干什么 他要怎么活 他很清楚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到了六七十岁 还没明白呢 还没明白呢 但是不着急 同志们 不着急 容易慢慢想一下 有意义的是 在您听过我这样的叙述以后 静下来想一想 或者三两个同学 几个朋友 你们聊一聊 看看是不是有一些道理 而这个道理恰恰跟 那么长时间经过的 所有给你们的道理 是不一样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吗 想当元帅的士兵 就不是好士兵 在一个战役里边 灵魂只有一个 将军说往那打 一个士兵说 凭什么给我讲讲 我怎么觉得 应该往那打呀 他要赢才怪呢 任何一个战役里边 就是要一万个人 十万个人 统一到一个人的意志里边 你的长官告诉你说 把那个山头攻下来 他就去攻 打赢了占领的山头 他是一个好的士兵 如果每一个士兵都想 我一定是一个将军的话 这世界上全部是失败 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企业也一样 有一个灵魂 如果每一个员工 都质疑这个灵魂 都说他是不对的 都自己有一套 大家凝聚力都不在 怎么干活呢 当每一个人都想成将军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都不是士兵的时候 根本就打不赢这仗 每一个将军 其实未见得是从士兵干起的 咱们历史上很多大的将军 都不是从士兵干起的 像咱毛泽东吧 是一个文人 根本就不会打枪 把国民党打出去了 你能说毛泽东 曾经就想 从一枪一弹 那么打起来的吗 都不对 如果这样说 可能有无数个例子 能够证明 我说的是对的 就是其实 人是分的 不能说三六九等 这个有点 让大家听得特别刺耳 实际上真是分的 就是有的人特长是干这个好 有的人特长是干这个好 所以我觉得越早 清除自己的能力 清除自己的爱好 清除自己的特长 越对自己的未来有帮助 所以在自己 特别擅长的地方 做好了就好了 还有给我写信的 就在说您成功了 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成功 我说不可能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我们互相之间是不能复制的 成功是不能复制的 80后 特别习惯于是这样活下去的 第一个 先设定一个目标 上学的时候 你们大概把北大清华 或者是考研或者出国 考一多少分 设定成一个目标 然后把逃离某一个城市 作为一个目标 我是一个小地方的 我一定要进北京 到了北京的时候 我一定要去纽约 不知道 反正又设立一个目标 我一定要多少岁之前 拿到房 一定多少岁之前拿到车 我一定在这个 一个公司的职位里边 要当成什么什么什么 两年三年干成什么 我看见这个人呢 我觉得相当可怜 在每一个时间 他都不能活下去 因为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等着呢 奔这去吧 累死你 一步是雪 一步是雪的爬 宝塔尖键上的人 才有几个呀 成功的人才有几个呀 我凭什么成功 把自己啊 搁的一个地儿 好好地分析一下 如果相貌并不太漂亮 你就不要想当大明星 行吗 凭什么你就得有一个房子 你就得有一个车呀 大房子有的是 是给你住的吗 你可能只配住一个小小的房子 因为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 每个人的出身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 就像我的眼睛 和你的眼睛长得不一样 在物理上就有很多不一样 但是现在呢 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笨吧年轻人 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我觉得把大家都毁了 就像我看到那个 一个叫王宝强的演员 八岁人家不上学了 跑哪去学功夫去了 到现在成为大明星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例子 毁了多少人吗 因为他们觉得 王宝强也没有受很好的教育 王宝强还当过那个民工 搬过专呐 王宝强就在北影门口 在那等着当群众演员 但是就这样他能成功啊 所以我也能 你怎么可能行呢 有几个王宝强啊 天时地利人和 不知道什么因素碰准了 有了这么一个 但是13亿人呢 诸位 我就说宝塔尖上那个 就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们现在是牺牲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的乐趣 甚至所有的年轻的岁月 去为了那一个 有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理想 去奋斗了 就出现了叫什么呢 羡慕嫉妒恨 就出现了对太多的事情不满意 对成功的人我们也不满意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满意 对我们的家庭不满意 对我现在的现状不满意 如果一直这么不满意下去 我们的时间是过了一分没有一分的 对不对 我们的岁月是过了一天没有一天的 对不对 全耽误在这个奋斗的途中了 全被每一个每一个的理想诱惑着我们去奋斗了 但是你最终获得的是你所有的不满意 尤其最可怕的是对自己不满意 可我觉得一个活鲜鲜的生命 一个活鲜鲜的四季 春夏秋冬的日子 对草的香味 对云彩飘浮的速度 对你父母一天天衰老的那个过程 对你女儿哪一天突然间看给你撒一小谎 你怎么会撒谎啊 那进步了你 对所有的这个流程都忽略了 为的是一个一个的目的 为的是一个一个的理想 我是觉得整个的一个社会都太焦虑了 一个文明的社会 一个富足的社会 人是过着贵族般的生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贪婪 不急躁 不焦虑 不奢求 是一种淡定 是一种优雅 是对自己的满意 对身边所有人的满意 目光看到目光的时候 都是纯净和美好的 如果人和人之间美好了 生活其实就是美好了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成功的人呢 付出的 你大家想象的要多太多了 千万不要看见 好多明星啊 好多企业家呢 穿着光鲜亮丽的在这 嘎嘎嘎嘎嘎给你们指点人生 背后看看你就知道了 惨的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放名人就可以成功吗 像我们现在就是跟 一谋导演和凡月导演 我们三个人 大家都老叫我们三角三角的 老叫我们有可能是个圆圈 我们这个铁三角的合作 出现的这个印象品牌 现在它有非常广大的受众 艺术和商业都挺好的 其实不仅仅靠的是一个 就所谓的一个名人 或者一个品牌 它靠的是你持续不断的 也可以叫产品质量 也可以我说我们这个艺术作品的好 才持续有这样的广阔的一个前景 现在你们看那个电影也是一样 张艺谋导演 冯小刚导演 或者是这个谁哪个导演 拍的一个大片 他们都会有个第一周做宣传 大家根据这个宣传就进了电影院 如果电影不好 第二周口碑下来 第三周你下线了 再好的导演 如果作品不好 可能赔的血本无归 所以靠一个人的名字 靠一个人的品牌 是不能够持续永远的成功的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合作 我们也不仰仗 说是因为是张艺谋的作品 大家就来了 不是这样 买我的戏的票的观众 绝不是这么幼稚的观众 说这是张艺谋 我就去了 不会的 我们第一个作品 已经演七年了 两千多场 靠一个名字 进不去的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 如果我没有质量 我只是一个 攀附着一个大树 就得以爬升一块的 时间相当短暂 各八星区就过去了 作为我 作为一个导演 而且这个岁数的导演 老人 孩子 丈夫 我的工作伙伴 我要面对的工作 致使我每天睡眠的时间 超过六个小时 成功的人 复出的 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太多了 千万不要看见 好多明星 好多企业家 穿着光鲜亮丽的 在这嘎嘎嘎嘎 给你们指点人生 背后看他你就知道了 惨的 什么张子怡 范冰冰 小脸漂亮的 穿的那个礼服漂亮的 你没见他四十度 出五大棉袄 浑身全是痞子 后边全长 那么多痞子 你们现在谁 哪天能呼一身痞子 早跟你们领导集了 导演这个工作 特别复杂 特别庞大 并不是完全说 我有一个艺术的天分 我很有创意 我就能做成导演的 包括我们怎么能够 找到资金 我们怎么能够运用 这些资金 我们怎么能组成一个 几百人的团队 然后他们还都得听你的 然后包括你怎么能够 把自己脑子里的 那些幻觉 你的想法 拿这些钱 和这些人一起 帮你实现 这些过程本身 是需要很强大的力量 才能够完成的 这里面包括智力 也包括体力 这个体力跟不上吧 也特别够呛 还有一个就是 意志力的特别坚强 达到那个度以后 才可以做成一个导演 我不在意 大家说 我跟张艺谋的合作 我也不在意 大家说 现在我作为一个女性 跟另外两个男性 怎么怎么 我都不在意 我觉得能活到今天 已经证明了 全职太太 如何获得家人的尊重 家庭不是一个人生存的目的 就像我说 繁衍不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就是生孩子 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 说吃饭 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 那就跟那个动物差不多 实际上 人跟动物的区别 除了基本的生理需要 另外你是有精神需求 在未来的你会看到 当你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孩子也长到挺大的时候 他对母亲的需要 并不是你的把食把尿 喂奶喂饭 接送上学 而是他需要 你给他光荣的时候 说我妈是谁 在这个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创业其实对你的孩子 和对你的家邻 是有帮助的 因为我看到 好多的那个 现在的那个孩子 挺看不起 他妈妈的 就是觉得 什么呀 你说什么我都不听 你跟你懂什么呀 老是这样 那个妈妈 那个那种表情很尴尬 因为伺候她的 不是一天两天 就为了她的上学 自己不工作 就为了陪她 到一个地方去读书 自己把什么事情都放弃了 到最后获得的是 那个孩子 说你烦不烦呢 女性到这个程度 特别可怜 就是只有 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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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其实在给予的时候 应该获得一种尊敬 这种尊敬 不是一种隐忍 让她觉得 要尊敬你 而是 你给她带来光荣 给她在思想上 你跟她能够平齐 共同进步 能够带来 和你交流的 一种感受 这个时候 我觉得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才会稳定 然后丈夫和你的关系 也才会稳定 在家里面 去做家庭妇女 或全职太太 实际上 并不妨碍 你去 把你的那个思想 不禁锢在一个层面上 有更多的交往 有更多的事情 然后跟这个 整个社会是 齐头并进的 就一起长起来的 你的精神需求 如果不能达到一个量的话 这个人的质量就不高 你对自己的生活 的满意度就会降低 所以我不认为 我们回归家庭 是人的 成功的必然的一个道路 反正起码我不这样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